9场8胜,卡纳罗几乎把上半城的坑填满,就等恒大决战国安上岗在上海上岗被逼平河山东路能输球的情况下,广州恒大再一次抓住了机会,依靠高林和杨立渝的联妹进球,广州恒大在天河体育场,一二比一决杀了上海深花,艰难拿到一场胜利,此战过后,一少赛一轮击42分,落后领头羊球队北京国安3分, 要知道,在世界北减歇期之前的时候,广州恒大以18分锦排积分榜第五位,落后第一的山东路能和第二的上海上岗5分之多,落后第三的北京国安4分,落后第四的江苏苏宁1分,这个大坑在中超减歇期回来后,卡纳罗也是一步步率队在填坑,除去客场挑战上海上岗那场比赛,因为台风被迫推迟外, 广州恒大在中超间歇期回来的9场比赛里,取得了8胜1负鸡24分的战绩,在抢分上也是中超争冠球队里最猛最多的,同期上海上岗只取得6胜2平1负鸡20分, 而北京国安多赛一轮,取得7胜2平1负鸡23分,而多赛一轮的山东路能取得4胜3平3负鸡15分,现在中超争冠变为了广州恒大,北京国安和上海上岗三足鼎立的格局, 而山东鲁能已经退出了争冠行列,而9月份中超间歇期回来后,广州恒大将迎来本赛季最为关键的两场比赛,分别主场迎战北京国安和客场挑战上海上岗, 卡纳瓦罗能否率队在将坑填满的同时,一举在积分,绑反超这两个争冠对手而机身领投阳为止,这两场比赛的结果可以揭晓答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